嗯 阎王许青 洋人回忆 曲签 谁曲签 我都在哪啊 我去 新娘好像是我 这就是奶奶说的宿命 可能不可能 我每天晚上都会不拉死 他一定不会找到我的 这是迷茫 这一定是 需要吗 需要 我被你在梦里 你先帮我解开 等我出去啊 一定给你收拾 感谢你 你这衣服 我 你为什么 后来小青娘 你忘了哪儿 你你你别乱来啊 我奶奶可是神婆 但但我 你 你 给你准备奔向 我 我 啊 不好了不好了有人上楼了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几十八光的衣服 扔在大街上 也不可能有奶奶看上你 啊 给你准备分享一部 你会希望的 不可能 这是小河 这一定是小河 不可能 不可能 这是昨天晚上弄的 奶奶说的十八岁的宿命劫难 小河 你十八岁那年 会遇到宿命劫难 一旦发生 千万不要回村子 姐姐 今天 刚好是我的十八岁生日 玲娜 你奶奶让人伤心回来 伤得快不行了 你赶紧回去 等下我起个假 奶奶 你怎么回来了 我不是说了 让你别回村子吗 奶奶 是你让人伤心 跟我说 你会不行 才不安 你 罢了 都属于 我带你躲了十八年 终究是躲不过去了 一颗走狗 我会离开人生 不 不 奶奶 不会有事的 你身体那么好 你不会有事的 奶奶 我走后 你要牢牢地住两点 第一 在以后性命攸关的时刻 就拿出白云瓶 以血为瓶 他会护你终究 第二 每天夜的十二点之前 你必须把不声符画 随身携带 否则 我不看设计 奶奶 整个不声符画的事 还有 等我一段气 你一刻起身往东走 千万之前 一刻都不能请人 不管什么人叫你 都不能回头 记住了吗 奶奶 不过有事 我为你记住了吗 记住了 老丫头 能陪你十八年 是我的福气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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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痴 还不会往东走 是谁在说话 你是谁 白痴 还不会往东走 你是谁 是谁在说话 要不要是出马县 人家就在东边 他一定有办法 找恋奶奶的故事 我 小哥 小不定奶奶都不分了 我把奶奶喷死 小孩子 奶奶从来都不患有力 不管什么人叫你 都不能回头 记住了吗 奶奶 奶奶 请请请请请 要奶奶再看别人 对不起奶奶 我不能回头 我不 不要 不要 我应该就下去看你一脸 告诉我三百神书在哪里 说 什么神书 不说是吧 就和你对应他一起做我的晚饭吧 说 对吧 奶奶说白玉真能救人 我 我 你别不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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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听我 我 你不听我 我 你不听我 小的只是想挑那三本神书 你也知道 只要有那三本神书 我就能 活着 这一栽里出来的 到底是不是什么邪性难应 竟然这么凶杀 流氓 奶奶说我的口水能治形碎 果然果然 你咋还能做呢 这一千年来 你是第一个敢这么对我的人 你活了一千年 你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怎么 刚入过洞房 就不认人了 谁跟你洞房了 你不要胡说 你怀孕哪 你才怀孕了 我连男朋友都没有呢 你 你别乱看 不是 你哪来的自信 我得看别的呀 这个邪随虽然凶杀 但好歹救了 先留着 可以快点去找刘刘刘再见 他 宝贝 你这么怕 我奶奶都没了 我想请你帮她料理后事 你奶奶昨天还早跟我说 她的后事不要大操大办 所纳什么都免了 我还以为她在说笑呢 没想到 她走到这里 就是我害了她 是别人冒充她联系我 我就相信 这都是秘密 这样吧 你先回去把长明灯点上 我收拾下东西 就去给你奶奶操办后事 切记 长明灵落 不然你奶奶 会在阴间迷落的 谢谢长明灵 您就这么让她走了 那三本神书怎么办 不着急 老太婆头七回来 自然会乖乖的把书浇住 外家的这个孙女 团有阴胎 大 倒水 什么什么书 刚刚她是从白玉栅里出来的 那她到底是什么东西 人 鬼 还是雪儿 人家好歹也救了 我总得感谢一下人家吧 用这个理由把她叫出来 干不过 喂 你在里面吗 我知道你在里面 你出来让我瞅瞅呗 你出来让我瞅瞅呗 可没反应呢 对了 要用雪 早面 竟然对这么好的眼睛 脸都在偷窗 你最好是有急事展 要不然 我就送你去见你奶奶 死鬼 你凶什么凶啊 我能把你叫出来是我的本事 你是不是玩不起 嗯 大哥 你不会杀我的对吧 我奶奶说过 你会保护我的 你别这么看 想当初你爹娘也算相貌出主 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丑兔心 你怎么还人生功绩啊 你长得好看 你也了不起 那还不是被我孤狼换去的 那我 你刚说什么 你见过我爹吗 奶奶 大家都欺负我 说我是爷总 我爸爸妈妈到底去哪了 为什么从来不回来看我 他们呀 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步 我爹妈去哪了 他妈为什么不要我了 你告诉我 松手 我松手 你告诉我我就松手 小心你身边那个出马仙 我身边的出马仙 那不就只有刘姥姥吗 刘姥姥对我好了十八年 她是不会害我 死鬼 不说就不说嘛 你挑拨离间干什么 丫头 坏事了 你奶奶的长眠灯灭了 奶奶说这个长眠灯 是万年嚼人油做的 就是下暴雨也不会灭 怎么点不着啊 你这孩子太粗心大意了 应该为你操劳半生 最后经过的乐在阴间迷路的下场 这个事若是不及时不救的话 你奶奶的魂魄 还是要被立委吃了 老老老 救救你 救救我奶奶 救救你 当务之急 只有一个办法 你说 只要能救我奶奶 我什么都愿意做 你去阴间 我去阴间 对 到了阴间 你就跟着黄蓝的队伍走 到时候 你就能见到判官了 你就可以让判官帮你找奶奶 好 我去 我这有新家的药丸 我保证你吃了它 会毫无痛苦的离婚去阴挤 丫头 你快吃了它呀 快吃 老老 我可以吃了这丫头了 不急 等我拿到了神书 它就算还了阳也少了庇佑 到时候 你想怎么吃 就怎么吃 大大神魂 竟敢私宠地府 大哥 我不是神魂 我死了 还毒 修得狡辩 磁床地府者 把蛇下游锅 爸 判官大人 这个神魂混进了投胎转世的队伍 被我等发现 判官大人饶命 我是来找我奶奶的 我奶奶长命灯灭了 他在一间迷路 求求你帮我找找他 你奶奶是何人呢 我奶奶身份可不一般 她是十里八将最有名的神婆 我才 所以 你让奔官招了是一个栩栩香烟老父 什么栩栩香烟老父 人命不妨高地贵贱 判官大人 你应该一视同仁才对啊 哼 小妮这样悲见的神魂 本管剪脱了 满足于荒谣 无非就是想做一些孙人礼器的事 来人 拖下去 都想拖开手 出城的 判官大人 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是来找我奶奶的 闭嘴 不行我不能死 得想办法拖延时间让死鬼来救我 阴间最大的官是阎王 有了 你们不能杀我 我老公是阎王 你说 你老公是阎王 没错 我老公就是阎王 他没反应你 大胆 像你这样地位的神魂 怎么可能写都阎王大人 来人 将其神魂打散 一镜跳游 四块就好 变手 公民大人 公民大人 我去 四块 这么大 四块快救我 只要你救了我 我下辈子给你当牛 做马都成 嗯 都起来吧 你老公是阎王啊 看不出来 你这身子还挺自我量 我这不是为了保命的环兵之气吗 如果你早点来 我还用吹着牛逼啊 大人前年来从来不愿意 没人碰他 现在仅仅这人有着神魂 抱他了推 嗯 四块 你快帮帮我 我奶奶在阎间手丢了 会笨 会吃掉的 小娘娘 嗯 哦 您要找的人 确实不在阎间 生死不少都没有他的名字 不可能啊 我奶奶确实去世 哎呀 我不管 我奶奶让你保护我的 那么我奶奶就是你奶奶 你要是不保护我的话 我就犯了你这儿 不走了我 大人 大人 手下无意冒犯 但是 小娘娘要找的人 确实不在阎间 生死都少都没他的名字 手下也没指的呀 远程 让他 Drugged 依然生死都没有你奶奶 他这里不在阎间 你这样抱着我也找不到你奶奶 哎呀 充手 那我奶奶到底在哪吗 我不管 刘姥姥说 我奶奶ер长明灯灭了 他会被诱鬼吃掉了 你得帮我 小娘娘 celebrate 你奶奶要是不在阎间的话 长明灯就不起做宜吧 来 投契 Viere 女是肯定会回来的 你到时候问他不就行了吗 松手 我不想走出资产点 他们为什么叫我小娘娘 你回答我 我的天 他人竟然对着神混懂心了 你我二人已经成亲了 他们自然要喊你小娘娘 怎么可能 你不会就是那晚跟我阴婚的人吧 后来小心点 没关系 看着身形 跟他面具鬼还挺像 你 不会就是我的宿命节奈吧 真会 谁是谁的节奈还不一定呢 我跟你说啊 这十八年 你奶奶理事护你不义 他倒是好 走个干净 把你这个祸害留给我 我才会起呢 我不准你这么说我奶奶 你 你再等我一个试试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丢进油锅里 他们都叫你大 那你官职应该很高吧 不高 平时呢也就管管规矩 总之你记住了 下半辈子你要给我当牛座 其他的你就别问了 那应该是司法大神约内的吧 那我们已经成心了 那我是不是也算办个英差了 你说算就算吧 那我是不是还有工资呢 港 明币 你用得着吗 哦我可以死了以后再用啊 我可以买大大保 啦啦啦啦啦啦 depending 你要再多嘴 信不信我现在就打死你 好了 回去吧 你大爷的 你又打我 地府不可插手活人之事 我最后警告你 小心你身边那个厨人 啊 啊 啊 应该是我眼花 你怎么醒了 丫头 你没事吧 见到奶奶了吗 她有没有说什么 三本神书 我奶奶的 你奶奶的说什么了 地府不可插手活人之事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 小心你身边那个出马仙 多亏了你 我见到过奶奶了 她现在很好 您也累了吧 您先回去休息吧 这个死丫头 我肯定一说实话 当时在地府 刘姥姥说的全都对不上 要不是死了 我肯定就黄飞魄散 还是得防着点 我肯定就黄飞魄散 这个不是 刘姥姥共犯的 狐狸雕像上的项链吗 怎么会在这里 难道 刘姥姥真的想害我 要不 找死鬼出来问问清楚 怎么还不来 不来就不有什么让我去 我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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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想多死 再去陪你两天 你凶什么凶啊 我找你不出来不就行了 穿又苦恨我算什么粉丝 还是说 只要我找你 你就必须出来 那你说说吧 您是什么品种的心 叫啥名字 年龄是啥 性别是什么 什么要是没用 我就给你割掉 我给我走 你把我的故事 你不是看着啥 不跟基本东西了吗 你是不是忘了做什么 没有啊 确定 你又求我 你个臭直男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就算问你啥也不用你管情了吧 没关系 咱们 我忘记康复身符了 十二点了 还不及了 死鬼救命了 你也是来抢那三本神书的 凡事 总有个先来后到吧 你也可以跟我说话 你这么护着他 难道他肚子里的阴塌 是你的宠 是我的又如何 什么 我肚子里真的有阴塌 怎么可能 你的脑子 竟然这么高 扰我 扰我 扰你 敢动我的女人 死 你把她弄得魂飞破散了 没有 她逃走了 我 那个兴得的充满鞋 救走了她 又来了 又来了 你把她真的想害我了 奶奶 今天是你的头七 你真的会回来见我 奶奶 今天是你的头七 小婉 奶奶 你终于回来了 不许哭 奶奶时间不多了 帮你带着牌围离开村子 不要再回来了 有无策大人照顾你 无策大人 小婉 还没办法呢 叫无策 穆迦有三本走传神书 分别是三星经 玉神路通天算 小婉护不住 还得拜托无策大人 那三本书我就放下来 这不是我的梦 他们怎么一起来 我就管你 就算你是阎王 今天这三本书我你要定了 青年狐狸 奶奶 你把这三本书藏哪儿了 说 奶奶 奶奶 黄奶奶呢 李世台有自己的命书 旁人不能随意干涉 你有时间伤感 不如想想那三本神书到底在哪 我可没有时间护这个废 你跟他们一样是冲着那三本书来的对吧 我不知道那三本书在哪 我也不需要你保护 你走 我可救药 我可以带着朋友一看孙子 不要再回来了 这玩意儿 确实是奶奶生前一直供着的 可是死鬼又这么绝情的就走了 这玩意儿又占地方 丢化 死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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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故意的 再乱脚 割掉你的舌头 哎 丁无扯 真难听 啊 一神鹿 奶奶居然把书放在最新鲜的地方 他没你那么主意 我会把三本书放在一处 你带着是不快走 救你聪明 这三本书是什么懒贼 居然会引来杀身之慌 我不会怀怨吧 我 我不会怀怨吧 沐小姐您确实怀怨了 但胎儿没有是运气象 好像是死台 建议您尽快做楼山手术 啊肚子 到底拔那个什么样子 这簪子是白玉的吧 好像还都不懂啊 你们干嘛弄我东西 哎 就你这不穷山样子 买不起白玉簪子吗 该不会 是你疯的吧 这个簪子是我奶奶的遗物 她的魂魄现在还在上面呢 你们要是喜欢的话 我可以送给你们吧 正好她老人家 晚上还能找人浪浪宽 慧气 厌色生活 你不知道吧 这个丑八卦呀 特别会骤人 之前跟她一个宿舍的那两个妹子 就已经进楼自杀了 慧气走走下去 还好没放到这么说 祝你们出门就摔个狗吃食 啊 哎呀好疼啊 嗯 这谁都要过来的狗吃啊 这周还成功了 我是女人 不是女人 小飞 躺着眼神 り咖啥 哎呀我真没了 呀 呦 这么小就来度她呀 一看就是猫啊 St 走啊 收拾书去 啊 走啊 老子忙着呢 走啊 哎呀你救我了 快不到我的孩子 我不做了 我不做了 因为我孩子 啊 你怎么又跑到我梦里了 她是我的孩子 休想把她的屁股 你松手 孩子在我的肚子里 我想怎样就怎样 你这个撒狂 要是完事的 能把肚子有什么资格威胁 再说 孩子又不是你生的 毁掉的又不是你的人是 谁说废话不会啊 够够够够够 记住我的警告 这个丑八卦 你又怎么 吃不定是乞丐的野种 完了 刚刚不是吗 我真的喊出来了 我现在就去告诉导员 你就等着被开除吧 完了 想一种是要是被这两人知道 这等于全校都知道 李老师 这俩缺德玩意儿 连我船班底下的东西都翻出来了 还要跟我男生打小报告 莫同学 是这样子的 你的社友呢 控诉你私生和混乱 买了孩子 还被人甩了 还养小鬼 订些书 我养他大呀 是这样的鱼钥匙 这些都是我奶奶的遗物 自从我奶奶走了以后 我就把他们当成了一个念想 啊 姐 因为 我是巫师内科 不太相信这些无疾事 恕我冒昧 这是 你奶奶的遗物 天上人 孟家旭 帝无彻 对 天上人 是我世去的奶奶 孟家旭帝无彻 是我爷爷 我没有跟他行 因为他是我容易家的道场 爷爷奶奶 希望你们能原谅我这个不孝子孙 当你男人还要兼职这个爷爷奶奶 我可真不容易 请他倒是三衰四斤 现在占便宜都是这阶级 对吧 一个人带孩子也不容易 咱们不仅是生 还是 有什么需要 那我 就先回去了 等等 哦 这个给你 一切都会过去的 谢谢 谢谢李老师 哎呀 这个就先放在你家吧 哦 你们干什么 没被推学 看来李老师是准备Bobby这个丑八怪了 他一定是跟李老师有一腿 老师口味也够壮了感 这么丑的 不能吓得去嘴 欺负洛小抹黑别人你们很有成就感是吗 坏事干多的会遭报应的你们知道不知道 你还是担心担心你养的小伙儿呗 我养小伙儿 行 你们半夜睡觉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头露出来 千万不要被我的小伙儿一口吃掉 啊 你们问你啊 以后全是天赛 就你的脑子 狗活就好了 别担心自己 我这算看不懂我也不担心 你少惦记 放心吧 我对这书不感兴趣 不过惦记他的人不计其数 你到时候我可别爱求 啊 你把这书放在哪儿了 说 如果他们过来抢 我铁定是护不住的 可是 这死鬼 我真的能完全信任他 把书交给他吗 哎 别跑 你添加就了 你 记住自己的身份 就算我们没有半分感情 你要恪守父导 我18年还那只光 還能比貝斯這個死狗不成 嗯 我們可以離貝 我倒是想 如果你離開我 可以活在這兒 那你就試試 板狀離不離 對我來說都有錯 養一兩個廢物 我還是養得起 說的誰讓你養了 靠嗎萬一神氣啥呀 靠著人喜當爹 沒見你他們笨個字 你這死渣鬼還有理了 是管三又一管 我招誰惹誰了 把我懷孕之大 煩死我了 這小子子又犯病了 一天到晚自演自 神經病 哎呀就是在養鯊 還死不成人 走 這小子又犯病了 一天到晚自演自 你以為你從村子跑出來就沒事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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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怎麼了 你跑不掉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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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啊 數在哪 數 刷 刷刷刷 你直接笨不就完了 你偏要非打我一顿 就在宿舍 我給你拿不就是了 那麼重要的東西 你怎麼可能放宿舍 欣欣编要不要这么照 看来得给你点苦头 尝尝你才能说出实话 这个人怎么好验手 放人 想死 我闹了 出人要死就叫了 李老师 你怎么在这 慢点 找个照 吃就喝了 昨晚那个人 难道是李老师 昨天晚上 学校跑过来吃大火 放了火味 等我过去的时候 发现你已经晕倒了 然后 我就是这样 李老师 那只狐狸怎么样 听说 已经被保卫科打死了 放心吧 学校一定会加点关门 这下不用再担心受怕 吃人喝了吧 李老师 我自己吃吧 把我当耳朵疯了是吧 口口声声显我累赘 结果自个儿那个预算往我面前凑 没事吧 你没烫到吧 那个 你手不方便 这些我收拾就行 我先出去 再给你买一份 你周死啊 第一次来你厕所啊 我这件事差了点哈 我这件事想跟你说 不 你不是忙着跟别的那人亲密吗 你忙完再找吧 啊 我还不信 你有病吧 我就是费点血吗 酒本是给我吸干喽 你刚认识的我不敢杀你什么样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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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舍不得杀我 肚子里还有你的罩 然后 我 说吧 找我什么事 那个 我想在下面谋个差事 我不能总当你的脱油瓶吧 我还想学点本事呢 这样能自保不说 还能赚点生活费 上学要花很多钱的 我总得照顾好自己和孩子吧 你和孩子我养得起 给你谋差事也不是问题 但是你要知道 你奶奶领事 她根本不希望你不是这样 要不然 她也不至于什么本事都不交给你 我奶奶希望我平安息 可现在我也没有别的选择 你怎么能 我永远靠别人保护 好吧好吧 等我回头给你个牌子 你去医药当务找他们老板 他自然会接待你 谢谢你 你真好 但你要记住啊 凡事以孩子为重 还有 少跟别的男人走太近 要不然严惩不待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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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太矮了没看着你 客官有何贵干啊 这老板说他不礼貌 他用的是进食 真想让他帮忙给他两句 我是来应聘的 我第一次见这么小的小丫头来干我们这一行 胆子挺大呀 是不是关系缝啊 你们关系不咋地吧 是仇家吧 不然怎么会这么缺德 介绍你来干这个呀 就是看了电话 能有事 算了算了 正好上一个伙计职业班猝死 我这正好缺人 以后的业班就归你了 反正我还得再招人 你这姑娘喜皮闷肉的 恐怕是撑不了几天吧 你放心 我年轻老好 肯定活得不用讲 小姑娘有志气 没问题 今晚就开始工作 不过这爹地的规矩 我得跟你说清楚 不提 晚上见了穿红一个黑的刻 输不接待 第二 晚上过了十二点 千万不能离开柜台 切记 上一个伙计就是因为不属规矩 他年轻老是怎么死的 哎呀等一下 你光说了晚上的规则 白天上班都没限制吗 白天 白天客人少 而且 有时人 可晚上不一样 姑娘 你要是害怕 现在走还来得及哦 谁害怕了 我今天晚上就来上班 包吃包住吧 嗯 小姑娘 人不大胆 倒挺大呀 老头子我身感佩服 不过 包住不包吃 我这后头有一间杂货间 有张床 收拾我就能住 我看好你哦 哎对吧 我住二了 十二点以后 不要来打扰我 我睡到死 什么也听不见 走喽 楼上有房间 那他让我去瞳间 死我头子坏得很 晚上见不穿红一个黑客 睡不下 我能你教我都把这些人弄出去 怎么能直接赶出去吧 掌柜的 我想炒口茶 茶在那边多 你自己去倒点 走 我去喝吧 沙坡里没水了 帮我泡苦润茶吧 我去看啊 全部都没水了 我来 overdid 我去给你一家 我去看一家 不对 我出柜台之前明明把水都装满了 没有人喝怎么会没有水 这个女人在想我 第二 晚上过了十二点 千万不能离开柜台 去 这个女人想把我骗出柜台 我骗出柜台 我骗出柜台 你 你 不是啊大姐 你也不看这是什么地儿 硬件地你就敢刷眼 我劝你还是赶紧走吧 不要做生意 就当我没看见过你 今晚是我找替身的最后机会 我一定要杀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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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画幅的功 愿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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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鬼救我 啊 啊 啊 好团团团 在我面前也敢放死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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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孕妇你让我干这个 我确定死了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你就算不管我的死活 也要管你儿子的死活 你就是个黑心大萝卜 嗯 秀 你这胆领 你还不如回去生孩子呢 别带我哭鸡鸡的 我还就在这上班了 我天天我一天哭3顿 我氣死你 我又是學到了本事 我就滅了你這條死鬼 我已經把你困起來超三度 隨你 你發手我還有事 我不走 我第一天在這兒上班我被習慣 你能不能留下來給病了 啊 不不不不 我 你看我都受傷了 你就忍心把我一個人扔在這裡 忍心 跑啊 你跑啊 你跑 你跑一次我就把你叫過來一次 你要是不行了你就跑 反正你今天晚上哪個輩子去 你 此中不怕開吹套 你越放在我越亮 你 這次一次 下不給你 嗯 死鬼 你真好 你先撒開 自己住 死鬼还是挺贴心的 连后脑勺都这么帅 耳朵还总是灰火 但是挺可爱的 怎么现在阴间这业绩实在是 武处大人呢 刚不是还在这儿吗 醒了 欢迎光临一号档 不知客观要档 上品女鬼类 十万打赢 啥类柱子要十万呢 我不要钱 把这个换三瓶丸子 三瓶丸子要十万呢 一瓶 两瓶 我上次来掌柜都给了三瓶 你确实坐地起价 这是阴间禁调 只剩最后一瓶 爱要不要 爱要不要 下四瓶帮我留着 我全都要 四瓶 那瓶子里是啥碗子 这么值钱 那瓶子里不是净药呢 你这么随便就卖给人家了 即使是禁药 那就跟毒药一样 吃了手的伤 阴间早就严厉静止 没想到 你们还敢偷着门 看来已经不是第一次交易了 我不顺得摸瓜 才不要打 这可不管我是 我第一天上班 我啥也不知道 你不用解释 你没这个胆子 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你 你平时多个心仰 有什么异常 随时跟我回报 你这不是要我当奸细吗 老刘就在楼上 你要不自己上去问问他 这里有隔音不好 恐怕他早就听见了 你放心 二楼有结界 他听不见 看来这个老刘 也不是什么善常 你机灵一点 那啥 要不你给我换个班上 你就不害怕一失了命吗 你不是不想当废物吗 怎么 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 还怎么学本领 我就留在这了 别等着我学好本身那天 我教书把你捆起来 一天打三顿造书 说是不让招待黑衣服 我捆衣服 你这天天来的不不好叫着黑 我捆一批丸子 我捆一批丸子 说捆一批丸子 早上给你瓶了 哎呃啊啊 可以啊 吃了点吗哎 哎呀你又打我 我的眼睛 我刚刚打开你昨天的阴阳眼 这样你就能分清鬼怪了 你一样眼还只开眼睛真搞口 刚刚那个人 就是服用了丸子魔化的猎物人 他可比恶鬼还要可怕 这些玩意 不会是你们下面人发明出来的吗 这玩意儿是从阴间传入鬼时的 很多鬼差也深受其憾 我一直在调查默黑手 今天要不是来这 这玩意儿我还不知道 既然有人用阴间伏法 以领风传 哎 这要真是老干 差点啥说 从地狱不出 嗯 嗯 我回来了 老雷的事情我查过他了 他没有问题 还有 我来过的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 哦 哦 我 破玩意儿错误 我可什么破玩意儿 主人人家才不是破玩意儿呢 人家叫幸运福娃 啊啊啊啊啊啊 我玩玩成天里 怎么可以这样对人家 主人坏坏 不是啊 你从哪冒出来的 谁是你主人 我是你的左眼 所以你就是我的主 你的意思是 我的左眼是一只破娃娃 算了 我现在就只有一个要求 你能别用着抠脚大汗的声音跟我说话吗 很遗憾 这就是我原本的生意 无法更改 你不要骑士鬼 我发誓我没有骑士鬼 只不过一个洋娃娃用抠脚大汗的声音跟我说话 真的很变态啊 你 可不可以换一个可爱一点的声音 这个怎么样 这个非常好 你要就像这个了啊 哎呦主人啊 你竟然耗这口 行吗 满足你的心愿 嗯 灵然 你帮我开一下电 我先睡一会 我要没早上课点人吧 嗯 怎么都六点了 你怎么不叫醒我 没客人啊 哇 昨晚客人多着呢 你家老公帮你守到六点才走的 叫你干啥 主人你当时睡得可香了 口水花花流 哇 这家死鬼 这家死鬼要更嫌弃我 小丫头 第一天上班感觉怎么样啊 还不错 你去上学了先走了啊 哎 看来昨晚这动静不小啊 你确定 晚上你还敢来 你放心吧 我肯定来 走了 哎哎那我这 小丫头 你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有什么不干 打不过我召唤死鬼 招待不用 沐同学 李老师 光吃馒头呀 那没营养 给 谢谢李老师 我走了 真是多怪先生 我的儿子还用不着别人养 啊 啊 死鬼 手术还得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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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是玩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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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了老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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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吃点瓜咋了 咋了一干啊老刘 咋 知道找我吃这点男的吗 他也不是玩意了 你知道他干了 他干了什么丧娘心的事吗 他昨天 看到一个漂亮女大学生直接把人给绑了 把人强暴了 逼得人女孩挑和自尽了 现在 人女孩要找他报复 他怕 他就找我 把人家老婆给封起来 哎呦 哎 太他妈丧德了 嗯 我一定是这么回事 我扭头就走啊 什么东西啊 就是啊 不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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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丫头 我上去休息一会 你帮我看一下店铺啊 啊 没问题 不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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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那男人隐藏发黑 肯定不是啥好东西吧 看他那样 两天之内必死 死就死呗 那男的渣死 也就最有应得 你还别说 这死鬼给我开的阴阳眼 还挺管用的 这书我一下就看错了 主人 来客人了 让吧 哎 别过来啊 怎么是你啊 主人 有客人来了 哎 我愿意用任何东西来交货 求你把我个骨灰送给老婆 不好意思 我还吃大学生 实在没有办法帮你 昨天 昨天还毫无怨念的 只想回家 今天就被人一生生的变成了灵魂 我知道你们是好人 没有帮着那个人渣对付我 他真的找了一个很厉害的人来对付我 我逃不掉了 我逃不掉了 你就是那个人渣要对付的女人 我只想请你们 把这个吊坠 带给我父母 让我说一声 对不起 不是 我们店里的规矩是 不能接待红衣服的客人 哈哈哈 什么情况啊 主人是那人家找到人对他下手了 有人对他用了招魂术 你最好不是找我看电影 你要干不了就管他 我又不是故意打扰你 我现在也就只难以靠你了 对不起 不知道你在戏子嗯 你有事可以找 但能不能够在我戏上上 下个威力 哎呀 你就帮我开一下 不要我有点急事要出去一趟 就一会我还出碰你 拜托拜托我最喜欢你了 后来就回来啊 你要是再敢这么跟我说话 心比有跟雷舌头 晚上不得十二点 千万不能离开柜台 去 我 离开柜台了 没事吧 没事 你就跟那东西养跑去 赶紧滚 这好像是鱼鬼的声音啊 主人你得快点出手 不然就来不及了 要不 导长 快逼 让你报复 主人 这妖道有点本事 一般人都只会封印作罢 他说弄死就弄死 而且我看他用了邪术勇气眼瞅 你就说怎么救 这墨镜女鬼该活不算了 先拿石头拍着压的 然后趁机把稻草抢过来 那姑娘现在怨气很重 主要是被扶者镇压着 否则他们是打不过她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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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他能来找死 只不知道自己是治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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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站住前面 住手 啊 啊 我不會偏心幫任何任何政策 原來是您知道 你原本可以轉世淘汰的 何必為了一個人渣毀自己啊 他原本就活不了我 你在下面等他豈不是更好 就讓法律就在那邊 請你把我的小臉 交給我的送 還不走 幹什麼 女鬼呢 這玩意兒可是十萬呢 主人真好吃 呵呵呵 你怎麼知不知道你一口氣吃掉我十萬大羊啊 他到底這個啥玩意兒 這破娃娃誰給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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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破娃娃說他是我的左眼 你過去吃掉了我的女鬼類 我十萬大羊呢 好 給你當個免費的保鏢吧 免費的保鏢 出危險的時候你可跑得比誰都快啊 主人壞 這麼說人家 誰家剛剛明明把那個道士吃掉了 啊 嗯 嗯 哎呀你啊 我可大人讓小子送這個給你 聽說你扔病了大喊擔心 第五車這個天空軍 終於幫我了 這大人不讓人這麼說 雖然我這麼看出來 他還說那你想要什麼就買什麼 別說他可戴了你 小娘娘我先走了 哦對了沒有一百萬哦 一百萬 司鬼給了我一百萬 司鬼給了我一百萬 主人你發達了 吃我們吃他娘的一天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我過挑大份你都想嘗嘗鹹的 壞主人就知道欺負人家 他也是因為我肚子裡的孩子才對我這麼好 啊主人你是不是發燒了我不知道 我肚子裡的 我有點怪 我先睡了 不行 我得趕緊聯繫那個臭男人 這大火龍好是好 就是長得像地獅子 有點瘋子 有點瘋子 啊 啊 啊 你不是鬼嗎 怎麼這麼是 不是 誰跟你說我是鬼了 啊 啊 我勸你啊 我勸你啊 最好不要亂動 當初是誰說我像醜八怪 關了的都一樣 現在倒是怎麼可能 嗯 嗯 傷心病狂啊 啊 林曼 你要把孩子生下來嗎 他早就知道 孩子的父親想讓我生下來 他會負責 我還沒有做 那就好 我相信 你一定是個好母親 我是想說 我還沒有做好成為母親的準備 從這一刻起 我改變主意了 我想 我會學著去當一個好母親 小婉 今天是十五 是領工資交貨的日子 你去硬件領工資吧 把我們的貨也一起交上 別怕 現在你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引路人了 主人 你嚇死我了 他們為什麼用這麼奇怪的眼神看著我 像吃人似的 他們是聞到了主人你懷孕的氣息 今天已經幾十年沒有新生兒降生了 他們當然會看著稀奇了 當然 也有個別鬼在打小主人的主意 畢竟小主人是很古的 吃了能少修煉至少一百年 趕快 趕快走 趕快走 算了火咱們趕快回去啊 小娘娘 是你啊 你叫我老太多好了 你也是過來交貨的嗎 嗯 啊 我們當鋪人手不夠 我就被調出去了 你們當鋪生意那麼好啊 我們一號當鋪都沒啥生意 其實你們當鋪生意是最好的 不是大人怕你累 所以都把客人引到我們店裡去了 嗯 嗯 這是多了 還是多了 你後來哪來的一棟水 我小大人為了讓你多掙錢 那時候再不能發了不貼 還不讓我們多嘴 不過 大人這小店娘是真好 你想多了 人家屋下大人沒那麼多氣息 你要是在多點屋下大人生起了六十多啊 他會對你更加好的 這屋下大人 這屋下大人是誰的形成 第五車 他不是鬼魂 是嗎 當然不是哦 娃娃 你還沒生過屋下大人的本體嗎 那我得保密 等你自己看更有趣 這叫歸房之樂 誰那麼歸房之樂 屋下大人生口無藝 這波魂 這波魂 這不如水智恢惚的 怎麼這麼水智消口呢 還有一瓶 我要 我要 他們在賣一種叫丸子的東西 那東西好香 主人 人家也想吃 吃屁 你吃屁 如果挑大份子的人想吃上鹹的 這玩意吃不得 以后你要是未经我的允许再吃东西了 我就帮你送起人倒护面去 主人好坏 小爷的面子找死是不是 主人 我能吃了它吗 它闻起来也要好好吃 真好吃 他们刚刚在倒卖丸子 就在那个摊位上 我都看到了 有多大本事就办多大事 不要这么带着死 我适合不担 果然是姜东邪术 跟我想的一般活 是那帮人在拷贝 姜东邪术 我之前那个老妖道也修炼的是姜东邪术 那 可是我身边出现那些怪事 都是最早就出散了 还是说我早就表现人了 妖子要紧紧 你 你 拖板 拖板 啊 现在啊 哎呀 我谁 我这是一个瘦了瘦的柔弱的孕妇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啊啊啊啊 那个流氓那个禽兽啊 那个伤口放开我 原来他是古董药啊 那个 麻烦你下次办事的时候 说清楚点好 哎呀对对对 头你轻点 你不说话的话 能够得久一点 我要 好了 一会把这个换成 送你回学校 哦 那个 谢谢你给我的衣服 我给你的钱也够花的呀 你除了买衣服之外 你注意补充营养 身上没有二两种 我可不希望孩子生下来 就营养不了 钱不够了更有 我在他眼里 我看他眼里就是个生育机器嘛 难不成的孩子一出生 这一脚把我蹬了 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上你欺负我家主人 咬死你啊 这白人不想要了是吧 要要的 你把他帮给我 好恐怕的男人 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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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他 去找我吃大人 告诉我计划白了 人了 另一家大事 老刘 第五舍说老刘没有问题 就是没有老刘失过你 一定是报告了才被人命 老刘坚持住 死鬼 都被套鞋了 不是我叫你过来的 你把他送到哪里去了 阴间医院啊 他是被江东邪术烧的 普通音乐没用 我已经在阴间全身作武了 应该很快就会结果 不过啊 这些人背后的视力 确实很厉害 肯定还有一下黑手 你自己就小心点 不 不过像你这个小废物 让你小心点肯定也没用 啊 不 晚安 我还给你送果子了 啊 你不要 Make我肚子了 还两个多月 你都在肚子了 我不允许别人这么亲爱的 你是我家的上的女婿 你是各在我家排位上的 你應該按照我家的規矩呢 我我再重複一遍 我不允許任何人 那麼親密的喊你小苗 善今 無車大人 要我 我怎麼也是遺憾人啊 小的小的不敢了 不不不不 吃 四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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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了就上樓睡覺去 我腹子怎麼辦 不用操心 滾快 我腹子 要不 你回家去睡 你給我擠這破地方也太委屈了吧 你這姊貴的身子馬上得了啊 這 你不會又發情了吧 你不睡覺 還再有睡 睡覺 好 那个明天谁看电影 我看 我可能 喝水 那个我 吵死了 吃饭了吃饭了 哎来喽 晨熙开了一家特别好吃的餐厅啊 我们这也都大了 啊这不能大了大了大了 你小了 等一下 这谁的啊 是给一个叫李四年的小伙子 玩家都快这把内想过的 这玩家都可好了 还是他的老师呢 你去 为了吗 这么多牛吃不完 谁说吃不完 谁都不给我摔牙缝的 拿过来 啊那我把我给你 啊 拿过来 哇 他的东西是动物哎 这么能 不不想吃啊 给 谢谢李老师 晚上不要乱跑 最近出来连环凶杀案 都是在晚上 凶手还没抓住 很危险 你最好也别上一班了 不会做一个 这个给你 我走了 主人不要怕 我会保护你的 我可厉害呢 吃饭了 不吃了 喝一个吧 哥哥跟我一起吧 我就说秦珊珊 怎么这么好心 想请我喝酒 因为就是想泡着这死鬼 看看你这风流洋 偷偷的猪八戒转世 再说 还准备 她呀 刚边一个新来的老娘们跑了 漂亮的不要 非要有老的跟丑的 主任主任 那个人好香 吃吃 吃什么吃 怎么什么都吃 那个人可是变态杀人狂 吃什么吃 孙姐那人 为什么要关活人的事情 那个人的声音 怎么那么像刘刘了 活人 你是活人 你想死 还是树生救济 死去 坏丫头 还来老老这儿啊 你 这是什么东西 救我 外丫头 外丫头 你快救救我 我可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 你不能这么狠心 最近我尊重你 像尊重我奶奶一样 可我却没有想过 你会骗我 伤害我 甚至杀我 你以为我还会杀到吗 你 主人要我吃的 你放开 放开 吃吧 给你丸子的人到底在哪 不认识 他只是告诉了我 反好还童的方法 给了我两瓶帮子 我根本不认识他 我要受未尽 你们阴间的人不能杀我 既然你不说实话 那你就去死吧 你去死吧 我丫头 我只是想多活些事而已 我有什么错 你当初 要是给我那三本书的话 我就不会听而走险 我丫头 你逃不掉的 我会在地狱等你的 刘老的真的死了 我截取了他的记忆 和他来往了 确实将动于他的术室 在阴间犯犯犯的人 已经抓到了 但是我得回去一趟 你别再哭 小心吓到孩子 这个刘氏 已经抱着你的存在 江东一派已经盯上你了 你以后千万不要乱跑 他们为什么会盯上我 江东一派跟你们家有仇 而且 他们也在记忆你设计书 我们家为什么会招惹这个 不就是三本书吗 值得他们那么杀人放火 做你奶奶那好的 很难不忍上什么仇人 而且 那书是你家的传家宝 这很难理解 人类都是贪婪的 行 放送去 我先走 站住 臭八卦 听说昨天晚上 你男朋友把你甩了之后 今天就又勾到上了李老师 看不出来你这女人 还挺有手段的 我说 我跟你说话呢 臭八卦 别以为自己扮上了有钱人 就拿自己当天真打小姐 你也不看看自己有多丑 有镜子吗 没有的话 我给你来照一照 看清楚自己有多丑了吗 长这么丑还出来吓人 就是她不对了 这姐不浓浓细皮嫩肉的 我惊不起她啃两口 我每天都有自己这几次 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丑 也不觉得你会有多好看 她说她不觉得自己丑 还说我们也丑 萱萱 你听这女人说的什么话 笑死人了 你最近印堂发黑 吃草会的 你们几个就别凑在一起玩了 八字不破 小心 你敢叫我 嗯 那个杉杉 这女人确实很闲门 所以咱们最近还是别一起玩了 有个主意 我给你做这么多饭 你都不回来吃 说本是你一辈子没回来吃 我过来找你 你就不着急找我 谁知道你跟哪个小朋友 都得了 他们的背景 比我显然多复杂 嗯 我去酒馆 是不是去找线索 嗯 是 你先吃吧 哎 Let's eat 烤 起来 啊 你还要快吃这个 哎丫头 哎啊 明天啊 有一窗我办事啊 哎 哎 爸 哎 来给你 您看 说 是我的身体也没好啊 能不能麻烦压分你 挺好的 还抱着吧 咱俩五分 不去 我啥也不玩 放不了 别啊 三七分 七五三 行不行啊 你至少给老头回点 减费吧 我可知道你丫头 你不是普通人 再说了 有这大人帮你 你这出去的 你不给捡钱赐的吗 是不是 看样子有些 有钱不赚王八蛋 自己有钱腰杆才能 这回我接了 我帮你啊 好 你把我 无事献一切 哎呀 夫君啊 我明天又出去办一趟试 你不是也希望我多学点本事吗 说中原 人家 没有一个趁手的家 我给同行笑话 呦 啊 哟 死鬼还害羞啊 真是的 今天 你们谁帮我 把这个事办妥了 这项东西 就是谁的 金先生 可有在东南方向动过土 对啊对啊 上个月我老婆去世 我们签了祖坟 从那时起 我们就开始倒霉了 是不是最近总觉得 阴系传身 总的一套 是的是的 我要是言不发 想不得换死 这几千 我后背凉风嗖嗖的 嗯 西香 是不是有什么异样 是的是的 我女儿 这几千 精神失常 封起来六亲不认 我这就把她带下来 你们看看 哎 道长 这老板姓啥 姓琪 您可真神啊 这您都能算出来 保镖数的公司 这道长 确定不是来骗钱的吗 嗯 这阴气 好像跟我之前看到的确实不太一样 当然不一样 这是妖气啊主人 你小心点啊 待会让他们冲 你接机行事 别傻不垃圾的捧毁 你可真是我的天仙小娘 啊 秦双双 这姑娘被什么覆起了 道行还不浅 大家小心 你这你这是上好的雷皮桃木所致 有上百年了吧 牛牛逼啊 新北北的果然是好东西 老娘 就算是要死 我也要拉着秦家人下地狱 秦家人 害死了我的子孙 你们必须要偿命 秦家 我道德在前 在千仪祖坟的时候 端着狐狸的窝 这不 人家来报仇来了 这事我也管不了了 不要 哎呀 这你都算出来 没错 看你们就是来卸钱的 这人傻子的车 谁不可以 你干什么老东西 臭不要脸 哇 哎呀 你这么丑老板有什么要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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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杀人了啊 别跑 别跑 你没事吧 我都要去你了 没事 只是伤了点皮肉 谢谢丫头啊 你不怕被反射 我这是在帮你 这小鬼我要定 这小鬼我要定 你等着 我现在就找人弄死 佛人的事情我看 那个 我 哎你可是干嘛呢 别在这烦我赶紧滚 主人好痛痛 乖乖乖乖乖乖主人给你报仇 啊 养了小鬼还养了大鬼 我劝你们赶紧投降 你到最后说我欺负你 你看他欺负你老婆 你要是不在的话 我肯定会被他做没气的 好 你给我等 死鬼 那不是丸子吗 床丝 我 哎呦 哎呦 慘了 真惨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放心 我们是不会杀你的 我知道 你只是想要报仇 但是趁你还没有造成杀孽之前 我见你趁早提升 免得毁了自己的一身道 秦家人私有余故 秦家的祖坟 已经被你们的子孙鲜血浸染 变成了凶善之地 他们很快就会遭报应的 事后我会被你们的子孙抄罗 这事就算翻篇了行不行 哎哎哎主人 你看人家今天被打得那么惨 想吃口呼老了补补 不 你不行 睡觉啊乖 你困了 快点 快跑回来啦 啊 早知道有这么多天啊 那我就自己去了 哎 啊 欢迎我的一号蛋黄 请问客家需要换点什么 这人不是过人 是人 他是妖女 我在找你要个人 你说我要给你什么 啊 你是来找胡喽喽的吧 你想要用什么话 一命换一命 你不吃亏 这是狐猪 就当我狐妻欠你的人情 等什么时候我把恩情还了 再把狐猪给我就是 无族 无族计仇也计恩 卖他们一个人强总比结仇好 啊 好 那个 那个 你们还是不要找秦家的麻烦了 现在他们到处找高人要收拾你们 你们都是正经的胡销 还是不要把上自己了 多谢指教 我没那么蠢 我只是 但是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 是谁杀死大吉 那只亲眼狐狸 你不会是来报仇的吧 不不不 他已经脱离的本家走上了歪路 我管不着 只是我看他的死状很独特 好奇罢了 这也我也不清楚 当时我已经被你们家 亲打音乐球 可能是被学校保安乱棍打死了 或许吧 不过这乱棍打死 也没那么惨吧 全身骨头都碎了 但是外皮却没事 能做出这样的事的人 还是有点公益的 所以那晚到底是谁救的我 亲咬胡了又是被谁杀死了 丢臭 你还知道回来啊 我还以为你死外面了呢 哎呦 要死了 要对于什么 啊 我的手 好像不是碰足 嗯 真经历我了 你也是真一步 我怎么可能主动 你的扎猪见苦说 对了 青眼狐狐狸公救了我了 是你救了我了 不是 不是他 如果那只狐狸说的是真的 青眼狐狸变非是人类所杀 那就說你很有可能我看到的不是幻想 我不許你小姐的男人 又讓朱丁過 他還挺用心的 玉神物 我的獅神到底長什麼樣子 那碗救了 到底是誰 你當晚上的偏要吃什麼餓鬼 就折騰我們 你沒辦法 誰讓主人就喜歡活著人家 嘿嘿 有沒有聽到什麼奇怪的聲音 聽到了 快跑 啊 現在這灰雷都這麼牛了 你死是不能找回來 主人 那是招魂樹不是礦石樹 有老老死之前已經暴露了你的存在 你家的仇人找上門來了 沒事 我招人過來弄死他們 糟了 月餐丟了 主人你先走我電話我 我是那種丟下朋友的人嗎 啊 啊主人 啊主人救星來了 原來那碗不是我的幻覺 啊主人主人你沒事吧 啊 他是誰啊 你說 那碗從青眼湖裡救下我的人 到底是不是他 俺也不知道 你覺得他像不像李老师 像是像 但一個是人一個是零 這不太可能啊 是不太可能 到如今 朱傑士是該告訴你了 這條路是你自己選的 我也不算違背了誰的意願 你們沐家人生來就是有失神保護 他會在你遭遇危險的時候保護你 救你於危難之中 我們沐家果然厲害 這是普通神會家族能擁有的嗎 那可是世神 你說 世神為什麼和李思念長那麼像啊 他 會不會是李老师 世靈都是仙靈一族 不可能是人類 不過你們還沒有正式激活主服契約 他只是憑本能在你遇險的時候出現 那我該怎麼跟世神簽訂主播契約 以你現在的能力啊 共槍 小傢伙 你跑不掉的 咱們很快 會再次見面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的仇家現在已經找到你了 以後你不許去亂跑了 到哪都隨時跟我說一聲 我 我以後會助理的 你呢以後就跟著我 當初的事情還有任務 就不用做了 那我又是沒到工作怎麼辦 我養你啊 我養你啊 是不是知道很多關於我們家的事 已經幾十年沒來晚了 知道聽不懂 既然幾十年都沒有聯繫 那你為什麼要突然娶我 媽媽親 媽媽親 爹 我這四位蒙面的爹也太缺德了吧 你弄的槍鬼 再給這個千年的糟老頭子 啊 那 我爸媽是不是欠你很多錢呀 還是說 你當年對他那有救命之 你弄的是你爹硬C給我的 那麼行那麼重 誰稀罕他 你才小的你才醜 那我爹頭胎轉世了沒有 沒有的話我要跟他老人家談談話 談談到底為什麼要把年幼的 我們家的主要這件事 再給我 就是在拒絕回答我的問題 這麼多年奶奶也對我媽媽的事情變了 真相 真相到底是什麼 你好 我是胡靈 是無車大人派我來陪你的 你好漂亮啊 漂亮有什麼用 我向無車大人求婚了99次 他可一次都沒答應 嗯 跟吃一無車求婚 嗯 你身上怎麼會有呼氣的味道 你認識他啊 嗯 他是我弟弟 你這身上味挺重呀 你們發展到哪步了 睡了 你聽我解釋 我跟他只見過一面 就是什麼關係都沒有 見了一面就發展這麼快 要不你生完無車的罪 再生一無呼氣的吧 我和弟無車已經結婚了 我跟他真的就只見了一面 他那胡朱換走了一個胡族的人 我們就這點關係 真的 哎呀結婚了沒關係 再陰間哪個不是一七多夫子 哪個女人沒有幾個老公的 我呀就有三個老公 我想無車大人應該是不會有一個 對吧 嗯 我先走了 你聽我解釋 我真沒想不 真的 你這個她也很累 放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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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陰間實行以極多固執 我發誓我真的沒想 有你一個我就夠了 我還想夠活幾年呢 我還想夠活幾年呢 你是現在還不想 還是以後就不行 打死我我也不敢想 真的 那狐狸 那狐狸還跟你成婚九十九次呢 你們兩個之間就什麼都沒有 沒有 他那麼美 你為什麼覺得我不喜歡他 因為只要是 就只要是這這這這這 是告白 莫名其妙他不正常 男人在床上說的話都不能當真 那豬妖也不例外 我勸你最好別惹我 不摸就不摸 那是 我想繼續上班 其實我還挺喜歡當一差的 行 那我給你安排一個親父母 讓他們跟著你 你需要多歷練 強大到足夠保護自己 我不能隨時隨地貼心保護自己 就像立刻一樣 好 我一定會努力變強 這酒不當投油品 好 出任務的時候呢 你要記住 多學多看 有什麼活兒 就讓判官去看 嗯 我求求求你還是把我當一個人吧 你們人類就是麻煩 劲兒 你什麼時候回來 怎麼 不回了 你要是想讓我流下來 我可不做你 蘇格這天總這麼熱情 會是發行的季節到了 了 啊 這工舔的行程 可要不搭搭的香氣 暗關 我們來這裏幹什麼 抓臥鬼 那是這 上次就差點盯了行 走吧 他您也不像是在买东西的 你们家开店不容易 还算您帮忙配上 我还好吃 你干什么 狂天坏之下摩托还命不成 上去搜 啊啊 摩托还没有的不是我班 但是我还没办法 老师要呆着办完事就走 小妹妹 你也是被他们挟持的吗 他们不会伤害你的 你公安配合就 这都那么不错啊 就是挺费皮的吧 费皮什么意思 小摩托还命的不是我们 是你管 你们找到有的人 现在我是人类 你们不能杀 这个鬼灵 到了阴间我赢的是法 啊 我听了 哎 我看出来 我看出来 天哪是个人 有一种邪术 能让鬼魂暂时堵射国人的身体 然后用一些歪门邪术得以成生 像他这样的 已经和身体的主人融为一体了 所以你才看不出来 这种邪术也太厉害了 要是广泛流传可就脏了 难道死鬼让我多血 这种邪术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邪术你会吗 会 江东邪术的一种 又是江东邪术 这世间大多邪术都出自于江东 而那些背后操纵邪术的人 都直接有运动成江 小娘娘 你可快点成长起来了 小娘 厉害啊小娘 我们这么多人都没收拾了他 你一招就把他解决了 我也是运气好 我还是得多绝多看 这个灯我是拿什么才制作的 这么想 人皮做的 原这箱是一位里面的蜡烛 是由女子熬之称的吗 没人像 其实抓鬼也没那么难嘛 你家都干嘛去 我呢最近在调查墨河海水的下落 我发现这个散播江东邪术 还有饭外丸子的 是同一个源头 嗯 我一定要赶在他们对你吓傻之前 除掉他们 原来你这几天在外面帮帮忙的都是为了我 死鬼 我可真感动 对了 我去过你家了 可是 可是 还是没有找到那两本书的下落 其实 你的仇家 并不仅仅在下落 他们最想要的 还是那三本川家宝 可是 那两本书它到底在哪儿呀 你就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奶奶生前 没有跟我讲过关于家族的任何事情 但是那两本书 我是真的不知道它放在哪儿了 不过奶奶一生都没有出过村子 但是那两本书 我不知道它放哪儿了 你是说 你是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子 那这书肯定就还在家里啊 可是 到底是哪些地方遗漏的呀 房子都烧了 书能藏在哪儿 都能藏在奶奶的身上的 有可能 这藏书的方式有很多种 说不定还真在他身上 哎哎你干嘛去 你不准去 你不会要去跑我奶奶的门吧 你怎么这么缺德呀 哎呀玩玩 你看 我们能想到的 仇家肯定也能想到呀 就算我们不跑 那仇家肯定也会跑的 哎呀 不能去 不准去 奶奶她活着 她就是为了保护你 她死了肯定也是一样的 她不会介意的 那 我跟你一起去 我不想 你行动不方便 就在家待着啊 啊 那等你找到书以后 一定要好好地把奶奶给放回去 顺便给她收点纸钱啊 好 我知道了 哎 哎 穆林文 李老师啊 你去办公室找她 这个时间李老师应该在上课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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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笑 不错吗 笑 快去吧 走 难怪师父他老人家 你啊 笑吧你 笑 师父在哪啊 我要亲自把人交到他扯上 经你手 放心 你呀 你确定 这是师父呀 我告诉你啊 但老人家的心情不好 昨天呢 刚吃了一个小时 哈哈 师父到底是什么人 难道就是我那素未蒙面的仇家 帮我你自己就行了 不用你操心 嗯 师父 师父 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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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是我要找的人 是我要找的人 又是奔着书来的 最简单 把他弄醒神神就好了 一个小姑娘而已 我有的是法子让他开 你 书房在哪儿呢乖 告诉我 在我夫君呢 你夫君 是谁啊 他在哪儿呢 帝无策 他在家 孟家和阴间的分歧马上就要生效了 我想帝无策一定很恶意 那余神 换个肚子里的孩子 哈哈哈哈 只差这最后一本了 拿到三本神诗 这天下能赖我何 哈哈哈哈 就差一本 所以另外两本书已经被他先找到了 好吃好喝伺候着 他肚子里的孩子 需要营养 哈哈哈哈 小姑娘 你呢 就乖乖的待在这里 可见了 可要想着逃跑 我这都啥命啊 我这时刻掉链子 我这都啥命啊 谁啊 他应该是怎么回事 她 photo 子要 � 这个是你自找的 你不能杀我 你们师父说要好照顾偷骤我呢 我自己跟我回去 我不跑了 我告诉你 管你的呢是念金 你出事了 那也是他的做事 有谁知道 怎么两个坚果呢 救命啊杀人 杀人 你你干什么 你不能杀了你 你杀了我怎么会发现的 你是不是饶不了你 他留着我还有用 没关系 我呢 会给你换一张脸 那么不会知道你是谁的 我会先 我看你的皮 然后你会看着自己的 骨肉分离 再一点点把你的骨肉擦碎 然后再蒙成汤 然后把它喝掉 你别变开 你放开我 咱们从哪儿开始呢 我觉得 要不就从这儿开始吧 很好 你千万不要试试啊 完美的艺术家是不可能试上的 我会把你的手脚和你的脑袋都伸定起来 咱们快救我 咱们快救我 我的珠子 可不是这么一样的 你怎么 你怎么 快快快救我 我的珠子在哪 就能睡你了 父亲 我劝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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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多快钱吃啊 我 我劝你们 我 这次把你救了 就算把真心弄了 我 我劝你把我救救 就快还我人情了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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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男生 你怎么又回来了 那不是想我 陪我笑你大爷呀 我吵架都追上门来了 你就把我完全揪出去 才能还我人情知道不 原来是被人家堵上来了 不然走得不想我 真是过心不爱严肖的东西 还有一只九尾子吗 今天真是 受我活泼风啊 哈哈哈哈 这就是这里的主人 他外卖学术特别多 你小心点 老子活有这么多年 什么外卖学术的危险 是吗 哈哈哈哈 这结婚 老子 哈哈哈哈 原本他也不舒服 都不舒服 温暖 呀 我 aside 你什么 我老公 你真的 不担心啊 你这么晚 然后我出席 我 Über 我要救你老婆 还没有救你的 我还没有问你呢 我更我爱你 是的 你什么 我还没有问你呢 他回来说 为什么披着你的皮啊 你别胡说八道 你老婆的衣服可不是我脱的 我也处于好心 才把我的衣服 你不会怀疑 我对他做了什么吧 也不是不可以 就算我跟网络看对眼 你还能不要我这个兄弟不撑 再说了 我也问过瓦瓦了 他只有你一个不去 我们还是有机会 对吧 你是不是剩下的八条尾巴 也不想要了 哇 我第一次见他对一个女人这么好 知道他看到你受伤婚名的时候 有多紧张吗 刚才认识几百年 头一次知道竟然会害怕 嗯 陈思 好了好了 你们都滚吧 我我老婆chaft休息 不过 他们是怎么找的那两本书的 梳在李氏的身体里 我赶过去的时候 他的遗体已经被人找到毁掉了 这老病灯也太缺德 多大愁啊 又是要人家命的 又是挖人家棺材的 人成为记下了 我要是不帮仇 我就不是人 其实 如果我们要找到那本书 也得毁掉李氏的遗体 他是选择用这种方式 再保护与深入 老板 你有没有想过 李氏为什么要单独留下遗生的力 他其实 是怕你哪天 迫不得已选择了这条路 只有通过学习遗生 才能让你变得强大 才能守护那三个神术 才能保护自己 我一定要能力变弃 然后杀了那个老东西 你们估计 我最近老是梦到你会遇到危险 有时候还梦游 或许 我该去看医生去 李老师 你脖子受伤了 可能 梦游转了 我还有课 上课去了 他老师今天怎么怪怪的 有那么好看啊 人都走远了你还盯着 不是 你看他是不是撞邪了 他崩上明明有抓痕 他却说是梦游时撞的 他身上没沾阴气 有病就去医院 我又不是医生 不错 不错 你居然晚晚说个小气人 那这他还是人的幼崽 说不定 跟小气人灯过狐狸伞子 这诅咒说不定就打过了 什么诅咒 什么诅咒 大吉思说 人女孩子出生啊 我们一间生活不幼崽的传说 不知道 爸爸 我比他厉害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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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什么失望 你生个屁 我不是下子说弄这个随便 他就是生二失望 也闻不上你 你 只能怀我的种 你 你 你跟夜间的人 都这么随便的吗 哎呀 无彻新唐年 你动房的时候都没有本体 所以你这一胎才有可能是 你会在那一种幼崽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什么东西啊 啊 哎 你是不是嫌弃我 没有不会 我哪敢嫌弃你啊 明明就有 你知道我的本体是什么之后 你就一直躲着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一直没有用本体跟你投放 我其实 就是怕你跟孩子一起嫌弃我 我连你的本体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最久的第五车怎么有点可爱 跟你实话实说 当我知道你不是人类的时候 确实有点个疑 但是我现在接受这个事实了 所以我是不会嫌弃你的 所以 我觉得本体到底是什么 啊 想看啊 嗯 我可以编给你看 我可没给其他人看过 我可没给其他人看过 老板 你准备好了吗 哦 我真的要变了 等一下 你变小一点 好 好 三 二 一 啊 啊 人呢 这么小一点点 估计也就是个爬虫 恶心恶心 忍忍忍过去得了 喂 你还没告诉我你的本体是什么呢 晚安 晚安 睡了没 今晚上阳王大人开会 我带你去见见世面 书 那这声型虽然跟弟无邪差 ��没错 那这声型虽然跟蒂无车差不多 但是这声音也太难听了 他肯定找了一张奇虫 还好我家给的不是他 别忘了罪 属下为希望之子起伏 可挂象显示却是凶 也就意味着 即将偷生的希望之德 每是货 将会每天间 在家 你竟然有唯一带出生的孩子 那不是我肚子里的咋吗 搞了半天 这瓜是给我算的 小娘的孩子不能动 对 你们不能伤害小娘的孩子 放心 我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 我已经不在意你警告 就是天王老子也管不了 大不了 我带你走 我现在就找丁屋船 我从不信天意 规则 不是强调 你们觉得 我会害怕 我会害怕 你是什么 死鬼 死鬼 吵到底 啊 啊 啊主人有鬼啊 啊 把你献给师傅 他老人家一定不高兴 想叫第五车来救你 让他难遇神路来换妻儿 他应该很容易啊 我都死 他们还是我欠缩 想话 尚不够说 跑不出来的嘴 小妖妖 快叫第五车过来了 我倒要看到 高高在上的阎王大人 是妻儿重要呢 还是一本神书重要 这官员了 你 说给我多长 赶紧把第五车交换 我 不如说叫我弄张打我一巴掌 你保证我 我没有办法又交换数 你真不信你把玉神都交给你 李师傅的十八年 多少应该告诉你 家的女孩 如果不是 不怕 断然不会在一次尊敬 他的本地上 跟我有什么区别 哈哈 你放屁 你少说我呢 跑人家制服的取得本意 李师傅不过是世神罢了 至少我姓陌陌 跟你还出自同意来的 可你却连整别人的身份都不知道 第五车之所以接近 就是为了得到三本神书 他根本就是在利用 老道歉 你少在这挑拨李箭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为了三本神书干净丧继天良之事 我告诉你 你永远都不要想拿到玉神路 他玉是无限的 你又怎么会知道 他不想要呢 就像你根本就不知道 整片人的身份一样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其实你压根不知道 第五车 就是年王 对吗 哈哈哈哈 也对 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也不会告诉你 毕竟当初阴间和仙师们 本来就是被迫中下婚期的 他能眼睁睁的看着仙师们被灭了 选择凶手同观 就足以说你了 他切手你这个丫头 只是为了这么认出 而你还傻乎乎乎乎乎 对他感恩怠惯 你胡说 到这个时候 还不肯消息现实 还不肯消息现实 你要是代表污蔑她 我一定叫她搁了你的舌头 哎呀 我可没有污蔑她 我只不过要 善意的关键 他人会欺负你了 哈哈哈哈 怎么就舍得欺骗一个这么纯洁的灵魂 你都知道她是阳 只有我不知道 只有我不知道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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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化剩裸 你不跟我解释一下 他們所有人都知道你是炎王 只有我不知道 你们把我当红杀是不是很开心 老板 你听我说 有什么事情回去再说好不好 那是家吗 那是老产虎居 我都被卖了还给人家数钱呢 我怎么居然又给你生孩子 炎王大人 在下不过是想要御神怒而已 拿一本书 换娘娘和小公子的姓名 应该很赚吧 好 书你拿去 不要伤害我吧 你不认识 你不真的吗 你觉得他说的话可信吗 你爱信不信 你不认识我脖子得了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微虫 那就赶紧把神树给我叫做了 我真是手动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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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还挺好 你放心我以后啊不会在里面 我见你演技这么好 你怎么不去当演员啊 我那怎么 他已经知道了 就是眼光 也知道了阴间 和现实人的事 我吧 其实吴彻他是打算告诉你 就是他就是被人抢先了一步 我 够了我要去睡觉 一定会自己的错 丢车 你就是个死骗子大混蛋 是你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哪怕你还是一向不想的原谅我 好 算了 我累了想休息了 我走了 我 我爱你 习惯 慢点 小心孩子 丢车 我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嗯 晚晚 我错了 我不该帮他瞒着你 我发誓 我以后再也不骗你了 你别走好不好 这件事情不怪你 谢谢你为了救我 就用一条尾巴 但是一间不属于我 我是原来 应该回到手里自己的手 好 晚晚 我到底要怎么做 你才能原谅我 哎 哎 主人是好吃的味道 哎呦 厕所能有什么好吃 你在干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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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我出现幻觉了 好 还还要抵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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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试读了 好吗 醒了 嗯 没事 医生说 中润没什么事 再产时候多住一休息 嗯 谢谢你 女士 她怎么样 你是病人的 我是她男人 病后说 她是我朋友 我说呢 刚才有个男人在病房门口看你 一个多月 她一次念都没有闹 电话也没有打过 既然这样 什么好说的 孩子没事 就是你的身子太虚了 得用我的方子 好好调养一下才行 谢谢 好吧 其实你想来之前 一直是无车在扰 但是呢 她也起来看到她一会生气 所以 总是都能闹 你是说 是她送我来医院的 是 自从你搬家之后啊 她总是偷偷摸摸跟着你 还是不在乎 主人 那男人还是很在乎你的哟 她不是为了我对自己的孩子 对了 你到底是怎么样 她 她呀 被魅姬吸了阳气 虚得很 不过没事 都休息去就好 那魅姬抓住了吗 我赶到的时候 就看到无车暴凌出来了 魅姬已经跑了 而且 我在李四年的身上 闻到了一股 江东的太邪恶心 但是那个老东西 只是你记得 总之 你先冲着 我记得 我想见地物厂 你肯见她了 好 我去给她说 手带来 妈妈要见你 妈妈 你终于肯见我了 妈妈 你终于肯见我了 我之前找明依看过了 孩子是个女孩 名字我取好了 就叫萌萌 等她出生之后 就让她跟着你吧 我还有自己的人生 我在十九岁 照顾不了她 萌萌 我知道你恨我 但是孩子和野人 是她并不冲突 我可以养她 我眼睛养你 不妨为你开始新的生活 但是明依呢 准备开始新的生活之前 让我认得你身边 这还是那个 刚刚在上的阎王 第五彻吗 我可以接受 你有其他的意向 胡锡也可以进门 或者其他人都想 只要你回来 不是 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老板 我可都听到了 无车都答应了 你怎么说人耍赖 我要给你生十五 我给你生一百五 我不想 他都应论我还没同意呢 我们人类跟你们不一样 医生只能有一个伴侣 你少往上凑 吃 你你说 你想要知道什么 我都可以告诉你 明明你是被迫去 那你为什么不趁机甩摸我 是 是 我最初 是为了跟你旅行公约 且出阴间的组织 也想让他散散伸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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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其他都不是 你跟琴瑟 内奸和江东的叛徒联手 一图谋坏阴间子行 你一个人很危险的 回来吧 好不好 不过是你那个想好恋爱深恨 迁路于我孩子 你可以去阴间问问 我要有半个想好 你修了我都行 哎你干嘛 我还没有原谅你呢 睡一觉就原谅了 我们得到消息 奸细就在前面的树林里 大家小心 老板 你在这好好待着 我跟胖们去抓奸细 嗯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听话 你伸得住 不要乱 嗯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都不要出来 知道吗 那我等你们回来 啊 老板 老板 你怎么来了 还不是胡青的乎 自己有公共缠身 又担心一个人带着肚子不安全 所以 那我来不论 胡青怎么知道我在这 晚晚 这地无彻还真是贴心呢 这结界 我都进不去呢 晚晚 这封江野岭 我也害怕 你把我拉进结界吧 嗯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不当然是要处理掉你肚子里的孽肿吧 这就不够把蒂无彻发现了 蒂无彻 跟他认识齐百年 只凭你几句话就会相信 可惜 怎么成就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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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麻烦你拿着机 看清楚公敬的人了吗 看清楚那人的样子了吗 如果我说 他是跟你很亲近的人 你是信我还是信他 老板 老板 我们终于回来了 真不好意思 出任务也不交往 死姑娘 真过得 晚晚回来了 我们饿了吧 洗洗手准备吃饭吗 魅吉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你猜他会不会共处 如果胡七知道这件事 你猜他会是什么反应 知道又怎样 我可是他亲姐姐 你该不会真以为 因为你 我们会反目成仇 晚晚 我们可是好姐妹 一个幼崽而已 你给了我 又能如何 更何况 我也是有苦衷的呀 什么叫一个幼崽而已 那是我的孩子 我的命 你 那个 魅吉这娘们 真是真的你 我已经让判断 把人扔油锅里去了 等我吃完饭 我就去好好修饰 嗯 老板 这是我特意给你做的 尝尝 不好了 巫舍大人 魅琪被人救走了 还伤了咱们很多人 我马出过去 我也去 你要老子知道谁错了 非把他千刀挂了 你说 一会儿我跟着他们这一辈子 你猜 他们会不会回头 你因为嫉妒 不惜背叛自己的足够成为背叛人 知道吗 嫉妒 算是 但我为什么要嫉妒你一个人呢 凭什么 凭什么你一来就会得到他 他成为了所有人的救世主 凭什么 凭什么我做不到的男人 你这么轻易就让他成为了你的夫君 什么狗屁诅咒 那都是你们家的谎言罢了 可信无测却深深的相信 不然 不然 觉得他为什么会不屈这么将会的群 你知道被他遇见了吗 我可没有被判眼见 我只是想让你肚子的孽子画一本神书吧 到时候我把神书给无测 我受到 不我相信 你们都听到了了 你们 我们为什么会在家里呀 我从来没想过内奸竟然会是你 眼睛 你可竟然干死你 他受不了 我 你要遮住我 你该死 胡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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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要被他罪人的女人 要活的命吗 从你背叛阴间那一刻开始 就应该知道 会有这半天 胡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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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看了一颗尾巴 你真的 你真的还行 你这个女儿都要你 我今天放过你 全都忘了 我当年纠一阵 从今天开始 你不是一件人 我再见了 绝对你 我再见了 绝对你 你真的 我不能放你 我接 算了 她是你唯一的起源 这是你的姐姐 是因为她是我唯一的起源 所以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她 妈 如果你今天帮她走了 日后 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那祭司来不好一次 你为什么不知道 除了你能选择两之外 就是大祭司全力最大 祭司用的文文 都是直接从后提出来的 所以 所以 书下才没到你了 这是怎么回事 媒体逃跑室 他们的现场 发现了书上的大祭司 她说 是去现场帮忙的 结果被她暗算 什么事 大祭司的五六指一会儿 一般 缘武器都难过 在阴间 武器的五六指应该是开前十的 什么样的人才能把大祭司伤成这样 当时到底怎么回事 当时我们正在换班 所以 为什么 所以 所以在换班的时候 我们等我们人来了 就看着手上的大祭司了 此事不要生长 同志紧接住 加强戒备 一旦发现可疑的 立即上报 是 武器大人 国王找他 看看我对你家手里 有的帮忙 通年血洗闲尸门 你就躲着看热闹 现在倒是跑出来多事了 若是你学有三本神书 我们可以合作呀 无需如此大动干戈吧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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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老师 醒醒 你懂事 啊 其实不要跟你玩 这用功证 你不先把我 我 啊 你快點回家 快點回家 你快點進去 小紅子 啊 啊 啊 你還一直默默保護我的人 是你 爸爸 我生的世上 保護你 我生的世上 你現在就是 我現在就帶你去一個 就是幾個世 不死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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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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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總變上 你老是你不會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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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還有什麼好說呢 啊 啊 一個冒牌過還跟我們專ια 你什麼意思 字面意思了 你知道莫言罷 她才應該是地屋特真正的政策 你呀 就是一个冒牌 就是奶奶口中 认为你办法招了钱的 你即使生了孩子又怎样 他呀 根本无法帮助阴间 解除真正的诅咒 他到时候 帝无彻会怎样 他呀 会抛弃你这个无用的情 你现在挑补 和无彻之间的关系 天师们和阴间的婚约 是属于帝无彻 和孟家迪长的 而你就不是沐家迪长 哦对了 沐妍和帝无彻的关系很好 真的话 赶紧问我 妈妈 谢谢你给我生这么可爱的女儿 没有阴间有后了 再也别藏着业者 你和沐妍的事情我都知道 以后等会继续这种好事 啊 你是不是吃醋了 我没有吃醋 我再认真的跟你谈话 算了 再说我没有意思 我们以后这次别过来 我当时是为了拒绝胡聊 才默认了跟沐妍的事情 我爱的人一直都是你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嗯 那些丝一会儿也被抓住了 贩卖丸子的细团 也被无彻一锅端了 阴间啊 太平了 不尖尖棒棒 那要不 你再给我生一根蛇崽子 说不定还能打破阴间的子柱呢 你说啥 蛇崽子 对啊 突然是蛇崽子了 你的本体是蛇 嗯 怪不得他不用当时给我亲的 这谁不能做 你给我生一颗蛇崽子 我教你看神兽 怎么样 吃什么家